今天会有甜的 酸的 苦的 哦还有辣的 等一下 甜的跟酸的可以接受 苦跟辣 苦 是什么情况 呃 诶 这鱼饼不知道我们的事情 欢迎回到我们的国民B频道 我是季豪 我是Jofia 最近的节日就知道 我们大概大概拍什么影片了 其实是为止 请我们的鱼饼出来 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四个 口味 我们还有一个是神秘嘉宾 所以就是不想要拿出来先 想知道最后那个神秘嘉宾是什么呢 就继续看这个影片 留什么影片 不要打过来看啊 不要1.25跟你讲啊 慢慢看 我看影片是按2 我还1.5 直接开始哦 这个就吃这个啊 就点香 所以这个口味是石流乌龙月 我要抽酸甜苦辣 所以我就买了它 它很甜甜这样的 它颜色很漂亮耶 就是那个 棒笔的颜色 蛋粉色 这个蛋粉色 蛋粉色 这一颗要24.9 谢谢 等我等我一下 看着 啊可以的可以的 现在它有点太美 我不敢不舍的切下去 很香 我一来一开 还有一阵的POMOBRANDO那种酸的味道 它那个内容好像有点小 是正常是那么少一点点的呢 还是纯粹就是一种 我不知道可能它只是那个 点菌的味道 所以你要这样子吃整块还是再切一半 切一半 也太多了吧 四百个 这样子六块钱 这样我们还是吃一个三块就好 为什么我们拍影片一定要先修啊 让点土味道耶 很香精很人造的味道 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安静那么久 第一 石榴味没有 第二 烏龙草味也没有 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在想我是不是吃错了 我们达成公司了啊 对对对 它有石榴的味 很淡很淡 然后它的那个烏龙茶的味道呢 是到后来你差不多吃完的 它才散发出一点点 我觉得它那个石榴味哦 应该是用在做饼皮上面 是吗 我觉得 因为好像在内容里面完全吃不到 石榴的味道 石榴的味道 可是你嗅的时候你嗅到 好像有石榴的味道的感觉 对 我以为它就吃进去就是满满的茶香 整个打破比了来炸你那个茶香 结果 它那个茶香 太买朋友了 我就是期待比你还高 希望下去有那种石榴的甜味 下去 哈喽 你在哪里 石榴的甜味 配上这个烏龙茶的茶香 应该是很美好 但是 想象总是美好的 小妈妈的这个牌子 它的口味是 Dragon Fruit with Cranberry 粉红加仁 很甜的感觉 但是建于上一个的例子 我现在有点担心 有一种不想的预感 真的啊 你嗅一下它的味道 你就知道为什么 我可以先讲啊 我个人吃月饼 就是没有什么追求 我是很普通的那种大众 然后 我平常吃月饼就是那种 在早上巴萨买那种 十块钱几粒的那种 很普通 这不是那种巴萨的味道 我刚刚讲的那一刻 因为我都 我完整的方式讲 我平时是吃那种很便宜的月饼 就是 十块钱可能买到四粒 这个多少钱 这个二十一块吧 哈哈哈哈 这个 啊 虽然你们看鸡红 它这样子就是这样 倒出来 然后再翻回来 可是它是没有压到那月饼的啊 诶 可是它里面好漂亮哦 哇 就它里面的那个限量比刚才那个 我觉得更丰富 有诚意 更有诚意这一个 它里面除了有那个瓜子以外 就有它的口味 它口味是什么 火龙果还有 火龙果和蔓越莓 蔓越莓 诶 叫这个黄色是什么 火龙果和蔓越莓 一个是紫色 一个是蔓越莓也是粉红色的吗 真的黄色是 蛤 剩下骰的那个味子 剩其它口味 哈哈 哈哈 该不会这个蔓越莓又是那个皮的味道 我觉得黄色是什么啊 它是 它这个火龙果 它还有那个火龙果的种子 就有黑色一颗颗 诶 它有那个蔓越莓的那个果肉 那个berries 很小个啊 可是看得到啦 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就是 10块钱的味道 但是它的价钱是21块8 它的外形也是21块8 我期待一下它的果肉啊 它既没有我要的味道 它敢跟我廉价喂 吃通常很少会吃这样贵的月饼啊 但是在吃那么贵的月饼 让我又吃回异样的味道 它感觉很不平衡 我没有吃ragan food 也没有吃满月饼 可是它的果肉有在哦 是哦 而且哦 很多月饼啦 它们的第一个一定是糖 但是它这个第一个是wheat flour 是不是因为有wheat flour 所以它的那个口感吃起来很廉价 它吃起来也的确没有这么甜 下一个 好 下一个呢 是kasahana洗月糖 这一颗最便宜 19块9 它的那个月饼的那个表面那个图片 让我有一点吓到 很可爱哦 我也是看到很可爱 这个是它新推出的口味 黑糖茶欧雷 喜悦糖 可以看到它的那个饼皮啊 它既不是拿来烤的 也不是饼皮 这个叫雪皮 就是它吃起来 好像蛋糕那样子 喂 不是 它就是这样子的 它惊喜到我了 快惊喜到我了 快惊喜到我了 你觉得珍珠直接炸出来 是耶 而且它这个哦 你不可以切太小块 因为它真的是一粒粒的珍珠在里面 它珍珠会跑掉 而且这个下去的手感也是不一样的 有一种所谓的外酥内软的感觉 其他就是硬一下去吧 这个去一切 时候很硬 一下就 诶 就是那种感觉 这一个是不是比较粘牙 嗯 它有那个黑糖的珍珠 它的皮哦 你知道我吃到像什么吗 就是那个 你们这样 哇 板面熟面 还是像米饭粿 它吃到太厚 然后里面那个面粉没有熟 这个是它饼皮的感觉 为什么它饼皮切的时候 看起来那么薄 不是下去的时候好像 很厚很粉 一进去的时候 全部是那个饼皮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这个饼皮 这是我嘴巴 然后饼皮就卡在这一边 卡在那边 然后那个料全部在这一边 所以我为了要快点吃到那个料 我要咬很快 咬很快以后后面就先溶解 那最后全部是饼皮 哈哈哈哈 所以你就知道全部是饼皮 有啦 还是有吃到那个黑糖呢 那个珍珠的味道 嗯 然后最后就是最后也吃到 所以最后的时候黏牙的是那个 黑糖珍珠 我是咬一半的 我会吃进去只有一个字 甜 我是真的甜 就好像啊 你知道你去买珍珠奶茶 然后你没有嚼 你直接一吸下面那一口 中一个西湾菜 全部甜味 我刚才吃了我 我崩溃了你知道吗 那一口甜 可是我很喜欢这样的甜 就是某些品牌哦 他们的喝法是 先擦下去喝一口 够嚼再喝 你就想说第一口 那个很甜的味道 嗯哼 我是偏重口味的人 嗯 所以我其实 应该要像这样子在对 一口吃吧 珍珠奶茶和珍珠是硬粒硬粒的嘛 比较硬一点点的 然后这个是 它也是硬粒 可是它没有煮到像珍珠奶茶那种那么硬 对 我觉得这种很适合 就是那种 整块月饼哦 什么 但是讲真的 这个比前面两个好太多了 我们前面哦 会给它那么大的期待 是因为 我们想象它的口味 这个我们没有想象它的口味 请问它的茶欧雷去了哪里 咦 等一下这个是有茶欧雷的是不是 是的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欧雷的话 就是加了很多奶的咖啡 咖啡 所以它应该要有咖啡香 咖啡香咧 咖啡 吃下一个 天玉屋 82块8 三巴月饼 嗯 牛逼了 随了吃一个东阳月饼 Please 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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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那鱿鱿鱼 酱鱼 辣鱼干 It's savory 它有三巴的香 它那种就是你 against theан called 那种炒虾米辣椒的味道 但是它不是一种三巴味 不是我们线西里巴马用三巴的那种 这边又不是 我刚切的时候它是一种辣椒油出来的 这是那种全 variety 这个大概是 enlighted 炒过后出来那些三巴的香味 會不会很辣 刚刚我有一秒有被辣到 因为我是咬中间开始嘛 所以它没有那么多莲蓉 2分的三巴配上1分的莲蓉 然后就有一点点辣 但是后来我在补回那一口莲蓉的时候 它就直接综合掉那个辣了 然后它的皮哦 你看切下去是很硬 超硬的 吃起来一点都不硬 真的 奇怪哦 什么意思 那个喜悦糖那个 你切起来很软哦 吃下去硬还要死哦 哈哈哈哈 我们这个没有干爹啦 我们是自己花钱去买的 诶 这整集都是我们自己花钱的 但是如果是因为要赞助我们觉得OK的 如果你们要补回钱来我们是OK的 哈哈哈哈 它的夜饼的外表是最chip的 对 它的印花也是很普通的 真的 不是它的内容 诶 惊讶的是 它的第一个成分叫莲子耶 不是糖耶 月饼很多第一个都是糖 哦 它真的有用那个虾米啊 还有不辣酱 不辣酱 怪不得那么香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最长的 它有MSG MSG is king of flavor OK好 接下来 我们的神秘嘉宾要登场 诶 来了 将将 我们神秘嘉宾就是 Tea Life Tea Life 唯一一个有盒子的 为什么 因为其他我都是单买 所以它不会给盒子 可是Tea Life它就必须要买两个 如果你在Grab看的话啦 是30块 去那边买的话是25 但是如果你买两杯饮料的话是20 诶 它盒子很大个耶 是有鸡刀是不是 没有鸡刀 没有鸡刀 nice 两个都一样口味啊 一样吗 它只有一个口味 黑糖茶欧尼 黑糖茶欧尼 哇 珍珠呢 黑糖茶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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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年挖到有珍珠出来 诶 它这 珍珠嘞 呃有点小小的 它照片是有珍珠的嘛 它照片 有啦 它照片 给你们看看照片 叮 这个跟我学校中间差别 你要不要挖衣钦来看有没有 再切 再挖 一定要 我也都赞薄哦 OK OK 好 欸 T-Live 的感覺 這個黑糖味就是T-Live 的黑糖欸 嗯 T-Live 輸了 我以為有珍珠啦 這裡面 就一粒 嗯 你吃看 有一個妖群 喜悅堂來搬回上來一下 我是覺得啦 東西比較沒有傷害 所以我不想給太多留言給T-Live 因為我真的很愛T-Live 所以拿喜悅堂來開刀?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想試一下它跟它到底有什麼差別 因為他們的產品名字是一樣的 哦 OK 喜悅堂的皮比較硬一點 烏龍茶香的話 T-Live 比較多 可是如果講到餡料方面的話 喜悅堂的餡料比較甜 喜悅堂的黑糖比較濃 T-Live 就比較水一點 所以一切的時候它就流完出來 所以我們就吃到 沒有這麼多的荒糖啦 因為T-Live 它整個我覺得它整個是 就是你可以一口把棕 全部都是咬完過後 一吃過 吞進去 它的潮濕度剛剛好 T-Live 太小顆了 塞不到多少珍珠 我覺得如果它塞滿珍珠的時候 就沒有那個荒糖 重點是我要跟你們講一個秘密 他們兩個的廠家是一樣的 咬得多尷尬 有多尷尬 怎麼鬼 HYT Food Industry 然後我就看看那個喜悅堂的 原來這邊也是寫著 MANUFACTURE BY HYT 喜悅堂FOOD INDUSTRY SANDRIAN BERHARD 可是神奇喔 雖然大家都是同一個廠出來的 但是它的皮啊 它的線啊 還有它的黃糖都不一樣 還是有差別的耶 對對對 我覺得可能是 T-Live 把自己的配方 叫喜悅堂把它製作出來 對 也難怪它們的價錢大同小異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五星月餅排行咯 第五名有我們的叫媽媽 火龍果加蔓越莓口味 那第四個呢就是我們的酒頂香 它的口味呢就是石流烏龍月 第三名呢就是我們喜悅堂 KASAHANA的黑糖茶OLE 第二名呢就是我們的T-Live 黑糖茶OLE 那第一我們最推薦給大家的就是 散疤口味的 對就是天玉屋的散疤口味 所以你們還有什麼想要我們試 想要我們玩 想要我們幫你踩地雷 想要我們幫你們做一個測評 排一個五星出來的 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或者是信息我們 記得LINE 喜歡我們的影片啦 然後不要忘記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不要忘記點贊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下次見 拜拜